如果现在去查看英超联赛的积分榜,会发现排在前八的队伍中,有两个没那么熟悉的名字,波恩·茅斯克狼队,这两支队伍一支是上赛季联赛的第十二位,另一支则是刚刚重回英超的生班马,之前提到狼队。 更多人会想到他们的葡萄牙包,而现在,或许我们应该关注,一下他们这支黑曼以不变应万变的战定,连赛进行了八轮,狼队以四升三平一幅的战绩,拿到了十五个积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七位。 有意思的是,八场比赛,来自葡萄牙的主帅鲁诺排出,这都是一模一样的首发阵容,这也创造了英超联赛的一线记录。 八场比赛,狼队都排出了一个343的阵型,门阵位置上是葡萄牙国门帕特利西奥,后卫线的三人是本内特、考迪以及伯利,中场则有多尔蒂、穆蒂尼奥、鲁巴内雷斯还有卡斯特罗大道。 前锋线上的三人分别是埃尔的科斯塔、若塔以及劳尔·西文尼斯,值得一提的是,全队包括主帅鲁诺在内,一共有九人来自葡萄牙,而在十一人的首发名单中,葡萄牙球员也占据了半壁江山。 前场三人中,若塔和科斯塔都是葡萄牙老乡,两位中场核心穆蒂尼奥和鲁巴内雷斯也都是葡萄牙人,全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则是曾效力于葡萄牙体育的葡萄牙国门帕特利西奥。 另外三位葡萄牙小将维内格雷、共赛尔卫斯和卡瓦莱罗,也都获得了不少的屁股猪场的机会,重用葡萄牙包。 可能会有人说鲁诺任人为亲,连续八场不跟换手发名单,可能会有人说他不懂变通,但是狼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至于是任人为亲,还是为了更好的贯彻自己的战术思想,是不懂变通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